男人从监狱保释了一个罪犯 带回家后却让罪犯和女儿住在一起 罪犯太主曾因为杀人被判无期徒刑 但男人的女儿却对此毫不知情 太主住进了男人家里 也开始和这家人一起吃饭 在吃饭时 小女孩似乎对太主很有好感 女孩看到太主的袜子破了一个洞 她会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太主有些尴尬 她反击说女孩的脸上沾了米饭 虽然面前的女孩很可爱 但太主知道这个女孩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了 就在一天前 被判无期徒刑的太主被警察保释出狱 警察英佑是她高中时的好友 英佑帮太主争取到了临时出狱十天的机会 十天的自由并非毫无代价 代价是太主要捐一半肝脏给英佑的女儿 为了得到十天的自由 太主答应了这笔交易 不久前英佑给女儿世西庆生 然而生日会上世西却突然口吐鲜血 去了医院检查后英佑才知道 世西患上了罕见的威尔森症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世西的生命最多只剩三个月 至于这种病需要医治肝脏 而太主的肝脏刚好和世西匹配 虽然太主答应了捐肝脏 但她并不在意英佑女儿的死活 所以她趁着上厕所的机会 打破窗户摆脱了警察的控制 她的目的是逃跑 捐肝脏的事情她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她逃到了朋友那里 让朋友想办法把她送到外地 她让朋友顺带打听一个女人的消息 那个女人是她的初恋 混黑帮的朋友爽快地答应了 嘴里说着只要给钱什么事都好办 就在朋友为她接风洗尘时 英佑带人找到了她 她被英佑强行带去了医院 医生对她的肝脏进行了全面检查 她的肝脏很适合移植 但唯一的隐患是她的肝脏附和过种 太主需要戒烟戒酒 也需要注意饮食和加强锻炼 她只有把肝脏调养到最佳状态 英佑女儿的身体才不会产生排斥 这些规矩的条条框框太多 一向随心所欲的太主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 英佑让她喝温养肝脏的药水 她觉得药水难喝 直接把药水洒在地上 英佑带她去爬山 她爬了十分钟就说自己腿疼爬不动了 她知道英佑不敢拿她怎么样 因为英佑正指望着她的肝脏去救女儿 晚上吃饭时 她没心没肺地逗着实习 实习不肯吃胡萝卜 她说不想吃就可以不吃 别人都说胡萝卜对肝脏有益 我不吃胡萝卜但我照样活得很好 深夜太主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她得知初恋已经结婚了 而且早已离开了这个小镇 她想连夜逃跑去找初恋 然而所有的门都被英佑加了锁 太主没有放弃逃跑 她在第二天早上等来了逃跑的机会 趁英佑正在门口应付银行的工作人员 太主偷偷撬开窗户再次逃了出去 她飞快地在屋顶上跑着 也在落地时不小心扭伤了脚 太主本以为就此自由了 但在半路上一个人伸手抓住了她 她挥拳往身后打去 她的拳头空了 身后的人是个子矮矮的侍袭 她担心侍袭泄露她的行踪 于是把侍袭拖到了角落 就在太主准备离开时 后面的侍袭却叫住了她 世西说她想去见妈妈 求着太主带她去和妈妈见一面 但太主此事只想去见自己的初恋 她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帮世西 起用 Premiere 今天爬到家来跟他们四合 erst 我爸爸的朋友 而且我妈的爱情要求你 我不太爱情,你去吧 我把你带上去 我把你带上去 你怎么做? 你真是 我还没吃到你 尽管世西变换的方式求他 太主依然没有帮世西的想法 他拦住一辆出租车 坐上车抛下世西就直接离开 出租车没开出多远 身后的世西却耍起了小聪明 爹 带你来吧 我也带你去吧 什么呀 你生长得很难过 你生长得了吗 你带你来不帮你带你 你干什么呀 那我父亲不是 我父亲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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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主只能先带世西去找妈妈 然而世西却带着太主去了存放骨灰盒的地方 他本来有些不耐烦 但当他看到世西妈妈的照片使他愣着 照片上的人就是他的初恋 那张脸他在牢房里日思夜想了十几年 这时他才明白 他的初恋灰英在很多年前就死了 当年他因为杀人入狱 那时灰英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看到了灰英眼里的深情和不舍 他狠下心决定断掉灰英的念想 他嘴里说着最狠毒的话 唯一的目的是让灰英忘掉他 得知真相后太主回到了英佑家 他疯狂地在房间里翻箱倒柜 终于他在抽屉里找到了灰英的照片 这时他才知道灰英生下了他的孩子 他也终于明白世西其实是他的女儿 或许是因为太过悲痛 也或许是因为责怪英佑瞒着他 他失去了理智 挥拳打倒了回到家的英佑 他们在外面相互挥拳 相互发泄着内心积压多年的不满 太主责怪英佑隐瞒了灰英去世的事情 而英佑也责怪太主当年的不负责 英佑的愤怒并不比太主少 因为灰英也是他最爱的女人 当年他暗恋着灰英 但灰英当时已经有了男朋友 灰英的男友是太主 也是英佑最好的朋友 那时的灰英全心全意地爱着坏小子太主 那时的英佑只能把自己的爱埋在心底 多年后太主因为杀人入狱 怀了孕的灰英被家人从家里赶了出来 当时英佑已经当了警察 他在执勤室偶遇了挺着肚子的灰英 灰英已经不再青春但依旧美丽 英佑也依然爱着灰英 他把灰英接到了自己家 心甘情愿地抚养灰英生下的女儿 但在生下世西的一年后 灰英就因病去世了 听着英佑续说的往事 太主才知道他这一生亏欠了太多人 他亏欠着灰英和英佑 也缺席了世西的童年 所以第二天在吃早餐时 他出于愧疚不敢指示面前的世西 他来到世西的房间 感受着世西成长中经历的点点滴滴 他看到了贴在墙上的身高表 看到了世西每一年在表上留下的标记 在恍惚间 他眼前似乎出现了世西慢慢长大的过程 他看到了世西一岁时的模样 两岁时的模样 直到最后 他看到了世西如今的模样 在幻想中 他高兴地和世西一起比身高 他作为父亲陪着世西长大 作为父亲拉住了世西的手 他脑海里想象着未曾发生的一切 在那个想象世界里他很幸福 但直到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他的身边并没有世西 这时他终于回到了现实 也知道自己从来都没资格成为一名父亲 因为作为世西血缘上的父亲 他从来没有为世西付出过任何东西 在那之后 他突然对保养肝脏这件事非常积极 爬山时他比任何人都走得快 即使爬了一个小时也没觉得腿疼 他会在半夜偷偷加餐 逼着自己喝下他当初觉得难喝的药水 当初他声称绝不会吃的胡萝卜 如今也似乎不那么难以下眼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之后太主的肝脏终于达到了移植的标准 他们期待着做手术那一天的来临 但这时婴幼却遇到了麻烦 婴幼的哥哥用婴幼的身份贷款 如今哥哥跑路银行查封了婴幼所有的资产 婴幼的银行卡也被冻结 卡里面的钱是世西的手术费 移植手术的费用很高 他们如今已经凑不出那么多钱 太主突然提起了惠英 他说惠英的遗产里肯定有一大笔钱 然而婴幼听到后却一头雾水 骂了一句人渣就转身离开 这时太主才明白 他被以前的黑帮老大骗了 当初他想要脱离黑帮 但老大却说离开帮派的条件是杀掉一个人 目标是敌对帮派的老大 只要杀了对方太主就能得到一大笔钱 之后太主因为杀人入狱 但老大却没有把钱交给惠英 如今世西做手术需要钱 太主想要拿回那份属于他的钱 他通过朋友联系上了老大 也约定了和老大见一面 他袭击了看守他的警察 也在当晚赶到了见面地点 如今老大已经变成了企业家 也正在竞选国会议员 老大很爽快地把钱给了他 但老大依然有一个条件 竞选议员有很多对手 竞争对手都在挖老大的黑料 老大害怕以前顾兄杀人的黑料被挖出来 他希望当事人太主能够离开这个小镇 老大让太主拿着钱连夜离开 听完后太主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下了车 第二天太主回到家 对英佑说他来负责手术费 但英佑听完后很生气 嘴里说着我女儿的事情用不着外人操心 他们因为女儿的归属吵了起来 因为他和世西有血缘关系 英佑也不愿意放手 因为是他把世西从小养到大的 他们并不知道 躲在柜子后的世西已经听到了一切 小孩子不懂大人的世界 小孩子也不知道如何坦然接受这样的真相 他在英佑的爱护中长大 他只觉得英佑是他的爸爸 世西抵触着突然出现的陌生父亲 也抗拒着接受陌生父亲的肝脏 为了证明自己不需要别人的肝脏 世西偷偷跑到外面吃了很多巧克力 医生说我不能吃巧克力 但我今晚吃了很多我也没有死 所以我不要做手术 我不想让爸爸离开我 吃了禁忌食物的世西病情突然恶化 他们把世西送去了医院 但在病床前 太主却没有勇气靠近世西 他明白世西没有接纳他 他也没有资格成为世西的父亲 他在医院大厅坐了很久 直到大厅只剩下他和一个痴呆病人 深夜太主独自去了世西的病房 他默默在床前坐着 太主不知道如何表达亏欠 也不擅长表达情感 他把头贴近世西的肚子 带着悔恨低声哭着 他不知道世西此时是装睡 也不知道世西的眼角也落下了泪水 第二天 太主缴纳了所有的手术费和住院费 他让英佑不要问钱是怎么来的 让英佑把心思放在照顾世西上 当天晚上 他们在窗边一起回忆着过往 太主说起了他们的家乡 那是一个海边的小镇 太主说他想在回监狱前去家乡看看 但好像已经没有机会了 于是三个人连夜前往了太主的家乡 他们在凌晨来到了海边 这里曾是太主和英佑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看着世西活泼的身影 太主告诉了英佑自己的决定 他让英佑继续当世西的父亲 请求英佑陪着世西长大 他说他会在牢里好好表现 争取得到减刑的机会 英佑要去拿相机拍合影 太主禁止朝世西走了过去 太主有些局促地坐在世西身边 而世西却突然主动和他聊天 世西说大叔你没有家吗 太主只能说他以前有家 我以前有个和你妈妈一样漂亮的妻子 也有一个和你一样可爱的女儿 可是后来我失去了他们 也没能照顾他们 太主说完后 世西却突然介绍起了自己的名字 他说她是英佑的女儿 她的名字叫曹世西 太主这时才意识到 原来世西早就知晓了一切 世西话里的意思是 他有两个爸爸 他是在告诉太主 他劫难了第二个爸爸 太主独自在海边的卫生间哭了很久 这种哭不是伤心而是高兴 他从未带给女儿什么 但如今女儿却如同天使般 带给了他一束光 他从未想过 他这样的烂人会被温暖对待 他哭了很久 此时海滩上的英佑和世西正 等着他一起回医院 但当太主洗掉眼泪准备离开时 黑棒的朋友出现在他身后 朋友用刀刺进了他的身体 朋友的目的是结束他的生命 要竞选一员的老大 不相信太主会守口如瓶 老大相信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 太主被刺的失去了反抗能力 但他依然紧紧用手挡住自己的肝脏 他当然不想死 但此时他却把肝脏看得比面都重要 反抗中太主逃到了卫生间外面 而此时外面的英佑终于注意到了他 在救护车上 感知到离别的世西哭着对太主说了实话 事典被他养Force 世西想要喊太主一声爸爸 可他却害怕他喊其他人爸爸会让英佑伤心 在得到英佑的允许后 世西终于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喊了一声爸爸 被送到医院后 医生给太主进行紧急治疗 医生发现太主的胸口贴满了绷带 那是太主得知世西不愿接受他实贴的 我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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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还剩最后一口气的太主被推向了手术台 他将献出自己的肝脏 用来延续亲生女儿的生命 这是他送给女儿的第一份礼物 也是他送给女儿的最后一份礼物 电影的最后一幕 是他们一家三口在海边的合影 那时世西看了看左边 左边的人是把他养大的爸爸 世西也看了看右边 右边的人是给予他生命的爸爸 最终他牵起两个爸爸的手 相机的画面在那一刻定格 故事也在那一刻结束